那我女兒呢 我女兒那時候才還不到五歲嘛 然後就進大雞腿錄音室看到五月天的海報 他就跟哥哥說 欸 哥哥這個爸爸在裡面啊 那個海報裡面 欸我的女兒 對 都認不出 都認錯人 我覺得哇 好不好我該檢討了 我本來想說那我應該改一個造型好了 對 那不對啊 我是 我出道應該是比慣佑還要早 所以應該他改才對啊 果然有 麻煩你換一下眼鏡好了 對 你換一個沒有框的眼鏡好了 哈囉 各位安安大明星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品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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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現場的音效讓我帶五千人在台下 是的 幸福神的編輯部 這是我第十二章的個人專輯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因為這次 最初的發想 我就希望說能夠用一個 雜誌跟專輯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幸福神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幸福自定義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呢 我覺得已經沒有所謂的 只有一套標準呢 因為幸福每個人的標準跟定義都不一樣 這次分成一個三大主題 幸福自定義 就是一個主題 第二組呢 就是叫做當幸福來敲門 當幸福來敲門這組呢 有三首非常輕鬆 活潑 很輕快的歌 然後都是表白的情歌 非常非常適合表白 然後第三個組別裡面的歌就是叫做 幸福B賽 所謂的幸福B賽就是幸福的另外一面 幸福在編輯部就是 都是關於幸福的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專輯裡面找到 你們認為 幸福的那一面 如果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是 珍珠奶茶吧 珍珠奶茶還是一個 非常適合表白的一首情歌 珍珠奶茶來形容愛情的一種甜度 當然也跟我們的這個專輯的概念 幸福自定義 就是有一個呼應 就因為我們喝飲料 現在是可以自定義的 對不對 去一個手搖杯的飲料店 欸 我要 我可以定義我的甜度 我可以定義我的冰度 現在就是很多的飲料店都會可以 還可以寫一些什麼格言啊 或者是 欸 給你一句一段話 就是有些撩人的話 這樣子 對 撩人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 哈哈 誰啊 就是 對 要幸福喔 那那天還出席我的記者會 然後還跟著歌迷一起派對來給我簽名 對 然後我就 啊 幹嘛啊 就是 要這麼肉麻嘛 然後他還要我寫 然後 欸 你幫我提一個名字嗎 那我就爹 我就寫她的名字 這樣子 回到家 欸 你還沒有寫 提幾個字給我 我就想說 約Jennifer 我老婆叫Jennifer 這樣子 我然後想不到什麼歌 他想說 你就是我的指南 你有幸福指南嗎 對 然後他就直接PO到FB上面 你看這個人有沒有誠意啊 講說 直接用他的歌來講說 沒有 說 OK 這就好像有誠意啊 你就是我的指南耶 有時候喔 人要知足一點喔 就是 不要 欲求不滿的 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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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對 我覺得我這個人還算是 EQ 還不錯 我覺得喔 可能現在越來越能夠 幽默一點去看事情吧 我覺得還 我還算是一個蠻 蠻顧家的一個人 對 好男人看的太刻意了 就是 對 我覺得還是顧家啦 有掌經理Tish 它又是一個很妙 我覺得我們的組合就是 我們唱完之後我才發現是 原來我們的聲音是這麼的合的 這個歌完全就是想說 我們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主角 不要常常做配角 就是要說出我們自己內心想要做的 想要說的 包括這個整個歌的節奏 其實是很有力量的 然後也是一個有點搖滾曲風的一首歌 再加上石頭的這個製作非常棒 所以我覺得這個歌是越聽越耐聽的一首歌 而且是還蠻激勵人心的一首歌 我本來以為沒有那麼像 那一直到我去唱《投機所好》 我們去了五月天的錄音室 那我孩子來探班 就是家人帶著兒子來探班 然後女兒呢 我女兒那時候才還不到五歲 然後就進大雞腿錄音室 看到五月天的海報 他就跟哥哥說 哎哥哥這個爸爸在裡面呢 那個海報裡面連我的女兒 對都認不出都認錯人 我覺得哇好吧我該檢討了 我本來想說那我應該改一個造型好了 對那不對啊 我是我出道應該是比冠佑還要早 所以應該他改才對啊 冠佑麻煩你換一下眼鏡好了 對你換一個沒有框的眼鏡好了 這是我第十二張個人專輯 幸福指南編輯部 裡面有很多關於幸福的故事 然後裡面的每一首歌 都是幸福的每一個面貌 那希望大家不管你是單身的 不管你現在在任何的人生的一個狀態 我相信裡面一定會有一首歌 是在講你現在的親情故事 還有一個你現在的印象